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那么就容易淡了昏沉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 这个大运本身就是一个应望又有劫财的大运 应望代表折腾 那么劫财代表竞争压力 实际上这部大运就是比较类别的辛苦 竞争压力比较大 各方面也不是非常的顺利 然后呢 在92年的时候 人生年 这个咱们讲感情的时候实际上是讲过 这个地方他先用丁润和 用人水去合作七杀 七杀可以代表男朋友 代表情人 而且人水代表他的这种个性 就是一种不节制的个性 去合作这个情人 这代表一场轰轰烈烈的恋爱 但是本身这个人水伤官是克制复兴的 而且丁火也代表情人 不能代表丈夫 所以这个比较浪漫的感情 只能是始乱中气 而且这个地方有一个深沉拱水 人水就很旺 这个人水伤官一旺的话 这个人就是容易在感情当中 容易又哭又闹这种感觉 虽然这个自己觉得全心付出了 但是他的男朋友是受不了他的 最终就是分手 然后在93年的时候 这里有一个鬼水制这个丁火 同时友经又合这个石枝 那么石干石枝都动了之后 石枝代表子女公 实际上这年就怀孕了 那么既然感情已结束了 那么怀孕他也不能生这个孩子 实际上就流产了 然后到了94年的时候 假许年的时候 在这一年的时候 这里应该加许年本身就是一个财去换印 他就能够得到这个印 同时天干又夹几盒 也能够去得到这个印 实际上这一年是什么情况呢 这一年是 是这个工作上有了晋升 同时呢也分到了一个房产 就是购房了 有人会说 这个印不是也可以代表其他的方面呢 比如说代表车 代表店铺 代表投资 但是呢我们要考虑时代的特色 在94年的时候的情况下 如果涉及到印的话 一般呢就是这个职位的晋升 要不能就是房产 其他的方面 它涉及到的并不会特别多 这个是一种时代的特色 实际上是职位有了晋升 而且呢又够房 然后95年的时候是乙汉年 乙汉年这一年是个什么情况呢 首先汉水生乙木 这本身就是一个商官生财 商官生财代表德财 那么同时这个乙木呢 又刻这个集土 把这个集土这个印给刻掉了 这个印就能为我所用 印也可以代表房产 也可以代表工作 那么上次头一年已经买房了 那么这一年肯定不能再买房了 实际上是这一年 是指的这个印 是指的是职位的晋升 就是这一年又有了晋升 而且今年工资也涨了 财运总体上是不错的 这些课呢我们就简单的分析一下 这个耿城大运的 在92 93 94 95年的一个情况 下这课呢我们再把 这个大运的后景的情况 再做一个分析 这些课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